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宋杂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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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講到宋杂句 那麼再補充上個禮拜 一些這個概念 我和各位常常提到的 一個名詞 關鍵詞的定位的問題 Glad and the Question 《宋杂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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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底器 还有白锡 杂戏 杂剧 这四个名词 如果从广义上来说 那么他们就 多有共同的意涵 那就是 都是整个表演艺术的总称 可以说是总称 跟整个表演艺术 脚底器是怎么来的呢 是因为 在先秦 军事训练里边 就有模仿动物 牛啊 羊啊 鹿啊 你看他们发情的时候常会怎么样 争夺 用脚和脚底处 来争夺 有胜负 本来就是这么简单的意思 后来人把它模仿了以后呢 像这个两个人来比看谁的力气大 这个就是怎么样 香铺 对不对 日本到现在还有香铺 可是到汉代 西汉的时候 脚底系的内涵 已经非常的复杂 我们从这些各式各样的表演艺术 包括有一种特技 特技 或者竞赛意味的 彼此竞赛意味的 都叫脚底系 也就是说 他已经发展成为一种 含有杂技 竞赛意味的内涵了 这在表演艺术里边 比如说 吞刀吐火啊 或者舞龙舞狮啊 或者是歌唱比赛啊 等等呢 都属于这些 然后西纳的 反正民间的各式各样的表演艺术 都可以在含括在脚底系里边 那这个文献资料啊 最明显最早期的 就是东汉 张恒的 张恒的 西金户 各位知道 户啊 是一种铺絮 描写 用一种铺絮的描写 来 这个以华丽的文字 迟早 铺絮的写法 来描写各种 景物 都城 甚至于一个这个 这个锁类啊 等等的活动啊 也可以描写任何一个物件啊 或者一个都城 这个西金户 那东汉的张恒 写的西金户 就是以汉武帝为核心的 那个 汉代的西金 就是我们现在的西安 长安 当时候的长安 那里边呢 有一场啊 汉武帝在平乐观 平乐观 平乐观呢 观赏这个脚底西 他说 成脚底 这么样 西 观 是居高临下 可以往下来 观看的 这个 一个高台上 各位知道 你们常在书里边 读到什么台 对不对啊 最有名的 就是 西州时候 所盖的所谓灵台 灵台 它灵台高到可以 和天地 沟通 那个常常是在平原之上 平地上 里图 把那个图啊 建成个高台 这个呢 相当宽阔 高台上面还有停台 螺各 顺遂各种 这个景观 说盖一个银台 要不要耗民 这个耗民 耗民商财啊 连 曹操都挂了个什么 要盖了个 铜雀台 对不对啊 铜雀台 也是居高临下 这个说要把什么样 把大 大桥 小桥 拦进来 其实它拦二桥 是东南西啊 只是说 那个景观看上来 有两座这个桥 很美 可是呢 却把它付费成什么样 东吴 东吴 不是在东南吗 大桥是谁的太太啊 孙坚 对不对 小桥是谁啊 周宇 是 桥国老的两个女儿 很美 曹操呢 好像要把她打下来 把这个两个美女 安置在 铜雀台 各位 你们要考证这个真假 要怎么考证啊 如果铜雀台盖的是在 赤壁之战以后 那她还能说要拦大桥小桥吗 不可能的 不可能 铜雀台是盖在赤壁之战之后 所以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啊 天下最美 最这个让人传颂 我看了十之五六七八 都是假的 脚底戏也是在汉代这样的 评论观看 张恒所描写的 淋淋种种的这种表演艺术 已经是非常的繁多 和我们现在呢 所看的这个 这个杂技团呢 也差不多了 所以脚底戏就是 那个时候 汉代 以前呢 各种表演艺术的总称 东汉以后呢 有些还继承 脚底戏的名称 但是又转换了一个新名称 叫做百戏 百戏 百戏各位想一想 百是怎么样 就很多很多的意思 各式各样的这个什么戏 我们说戏是用动作 对不对啊 含有动作奇迹 这一些呢 来表演的 所以百戏在东汉到六朝 东汉到六朝 都用这个名称为多 所以那是百戏 汇翠的时代 但是在脚底戏也好 在百戏也好 里边有没有含常 我们现在所谓戏剧 或戏曲小戏的成分和剧目啊 有的 有的 所以啊 我们的戏曲的原生啊 就是在百亿净群里边 其中一样滋生出来的 那么我们的戏曲也和其他百戏 同时来演出呈现 也成为一个传统 其实只有这两个大背景 所以隋唐以后呢 又改称了 改称两个名词 一个叫做杂戏 一个叫杂炬 有时候称杂戏 杂炬 所以杂戏杂炬这个名词呢 是在隋唐 隋唐应用 王国伟先生的宋元戏曲考 说杂炬这名起宋代 这是静安先生 他一辈子的学问太博大了 像这种小错误 无所谓的 无所谓 我们看待一个人成就 不要以小省眼大的 不要一个小错误 就把他更了不起的地方 就说他不行 像以前李敖和一个人 这个不要录了 不要说这一说又是非 所以杂戏杂炬 你看是不是也是范围很广啊 无所不包的意思 尤其戏和炬后来常常是 在语言里边是没什么分别的 经戏也可以称什么 经戏 歌子戏也可以称歌子是炬 都无所谓的 或者甚至于歌子戏也可以称歌句 歌子的那个子只是词尾 所以中国语言 好些问题都对于中国语言结构不清楚 产生的误解 好 可是杂炬到宋代 另外就有广义和侠义 广义是在这个 在这个什么呢 和杂戏 百戏 脚底戏 是一样的意思 侠义呢 佩卿呢 我们这个讲义里边 有没有引到教皇十三部设 有没有 没有 用搜的比较快 还要翻 我就说最近忙啊 没有先把讲义啊 再翻一篇 这个写了几十年的总是 忘记了 那么这个杂炬呢 狭义的是在宋代的教皇里边有十三部设 里边的杂炬设 里边的杂炬设 属于比较民间的表演艺术的教皇 如果是属于这个传统的古典的 祭祀的 大概就在太常 太常呢 是九清里边的一清 一个部 它里边呢 譬如说有参君色 这个琵琶色 杂 奖益三十二叶 奖益三十二叶 佩卿不错 好 各位放开三十叶 好 这个佩卿你就把它练一下 算一算 欢迎这种狭义的宋杂句 五字幕成书于宋部中 贤存十年的孟良录卷二十 纪月条有 叫具体而详细的记载 载月传学教皇十三部 文以杂句为正色 旧教皇有毕丽部 大谷部 胎杆部 色有鸽板色 琵琶色 针色 方向色 升色 龙笛色 头管色 五旋色 杂句色 参君色 但色有色长 部有部头 尚有教方使部 前侠 督管 掌仪 掌半 街市 杂流 命官 其珠布 珠色 分符 紫 飞 绿 三色 宽山 两下更 垂 黄 亦 蓝 杂句 布 接 魂果 鱼接 葡萄帽子 更有 小儿队 女同彩 林队 绍兴年间 被教绑职名 如玉 大朝会 圣节 御前排档集 价钱导乙奏乐 并播 林安府 牙前乐人 属 修内司 教阅所 集定姓名 以奉御前供应 向 如 燕京 教绑大使 梦角 球 曾作杂句本子 格首 承 传 四十大曲 丁先献 劫财之音 且为杂句中 勿力回忆 先这一段来看 里边 他把这个 原来北宋的时候 教坊里边 有十三布设 布设的名词 就是从这里来的 后来在明代 王继德 在论述我们现在所谓的角色 我们现在的所谓的角色 是用布设这个名词的 角色 光这两个字 将来我在做系统性的给各位论述 他的名词演化 到我们现在的角色 乃至我们说 绝 绝 明绝 那意义是不一样的 一般人都把它混在一起 这里边 是三种 在宫廷里边的这些组织 可见那是宋代的圣史 可是到后来 你看 绍兴年间 绍兴是哪一个时代 南宋高中的时代 已经被赶到江南了 他就没有在宫廷里边 还有这些十三部设的组织 所以就用绍兴府首都里边的 一种地方性的音乐工作人员来充塑 这些可以看出一个朝代的转换 第二 你们知道 以前骂人家 骂男人说你戴绿帽子 这个粗的掌孤也就这里可以看出来 因为以前的岳父歌迹 就名表演的这些人 他们穿的衣服 颜色都和一般人不一样的 你看它里边有什么呀 颜色有纸飞绿 珠布色 那么其中的杂具社里边的人 就是穿绿的杂具社 就是演戏的人 戴绿帽子 戴绿帽子 各位知道 当时候就是岳父歌迹 来做演出的 岳父里边的歌迹 这些歌迹只能嫁给岳父中人的男生 这些歌迹呢 又兼营演戏 甚至于怎么样 那样青楼歌迹那样的卖笑 等于现在的妓女 说起简单的意思 是这样 那这些歌迹要脱离她这样的身份 女性都要嫁给四龙工商这四种人物 因为这四种人叫良民 他们叫利家 利就乖利的利 这个岳父的歌迹 会不会是要一个副 底下一个拳这边 游利家要变到良民 这个岳父的歌迹是要嫁给这些良民 才脱离了政府的这个户口名簿里边 叫做托岳子 岳父的这种妇子 因为在以前 建民里边不只是岳父 连医生 巫術 军妇作兵的都不算 所以四龙工商 这四个才是良民 因此有个成语叫 叫从良 有没有 就这么来的 那么这个岳父歌迹的丈夫 名义上的丈夫 都戴绿帽子 那你们就知道什么意思 所以像这样的一段记录 好 那再往下列 这里边就有很多资讯在里边 来 杂剧中莫尼为掌 每一场四人或五人 先作寻常首饰一段 名曰艳一段 四座正杂剧 公银两段 莫尼色主张 影迹色分腹 附近色八桥 附墨色打魂 过天云 名曰庄姑 先吹取破断总 未知法色 大抵权力故事 勿在里基 畅念应被通辨 此本是见解 又隐于见证 故从便显露 未知无过重而 若欲价钱诚应 亦无责罚 一时许胜言孝 凡有见证或见官成事 尚不从 则此被装作故事 引其情而见之 于上言亦云怒也 又有杂半或曰杂班 又名扭原子 又未知法和 及杂具之后散断也 请在汴京时 村诺爷夫 坎德入城 遂转此端 多事 借庄为山东和北村守 以及校端 今世数多以 从省 宴会或社会 皆 皆用融合法 新阶级下瓦子等处散月家 女童庄莫 家乙行所撰许 只起印而已 好 这一段呢 可以说 是有关 《宋杂记》 最详细的组织结构的 记载 它 论这个什么呢 绝色 是有 是有这样子 绝色 有莫尼 然后有忽莫 然后还有隐细 然后还有隐细 还有这个什么呢 叫附近 叫庄姑 叫庄姑 庄姑有说 其他资料还可以装弹 这五个呢 角色 由他们来演出 由他们来演出 五种角色 叫五花 他们的演出 叫串落 这个到了 到了这个什么呢 金代 各位 这个名字 也必须先弄清楚 一般人也没弄清楚 就是 宋代 我们有一个新句种 叫宋杂记 各位知道 宋代统一的时候 北方的金已经怎么样 截取 对不对 截取 然后又把北宋灭亡 才又成为 金和南宋的对立 南宋的对立 那么在 金代 和北宋呢 对立的时候 宋代的杂句也传到了 金 所以我们可以 合称 宋金杂句 宋金杂句 可是金啊 后来 金末 金的末呢 也就是南宋的 中叶 南宋的中叶 金末 因为后来 南宋 又联合谁啊 联合元朝 对不对 也就是蒙古 蒙古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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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族 士族 治元八年的时候 改为 改为宋 不是 改为元朝 改国号 由蒙古改为元朝 所以称它为元氏族 又联合起来把谁灭掉了 把金灭掉了 这个有历史 各位都知道 灭掉那一年很容易记是多少啊 一二三四年啊 这一年很容易记 而这时候的杂技 在北方 传入了民间 宋代的时候 杂技也传入民间 金末传入民间 所以 改由什么来演出呢 改由行业来演出 这个行业 行业最适合谁住啊 岳父戈籍 所以呢 住在里边的 就叫行业人家 后来这个字怎么样 这样写太麻烦了 所以要读行业 要读行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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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个什么呢 像这个什么呢 现在戏器里边常称的 这个怎么念呢 行丑还是行丑 读行丑的同学技术 读行丑的举手 读行丑的举手 行丑 要读行丑 为什么知道吗 你们这个叫知悉啊 不知悉所以 各位 行丑呢 就是 戏班里边 演员穿戴的衣服 叫行丑 这个我一再说过 它是什么样的 慈悲结构啊 慈尾 没有多大意义 其实它原来原来写 行丑 就是那个 穿了衣服的那个行丑 行丑 行丑 写错了 就写这个行 所以行丑 大家就不知道意义了 行丑也不能读行丑 要读行丑 行丑 行是因为行丑人家 所以这个 杂剧呢 在 官府里边 演出的 那个 剧目 或者剧本 就叫 官本杂剧 所以北宋 南宋早期 都叫官本杂剧 那么到今代呢 因为 由官府宫廷 官府宫廷 各位知道是由什么呀 由 我们说 宫廷 幽灵 宫廷幽灵 用什么来演出 用歌唱为主 还是用说话为主 说话为主 但是他也有歌唱 所以可以说是 他的艺术 就是靠在嘴巴的骨迹灰水 宫廷幽灵 闪烁的一种小戏 如果我们要把它详细 说得清楚一点 宋杂剧就是这样的东西 嗯 那么 他呢 转入到民间 就会有什么呀 宫廷 就变成什么呀 民间 幽灵闪烁的小戏 就成为怎么样 怨本 因此 怨本就是对官本来说的 行怨人家演出的本质 这样分清楚了没有 但是 其为闪烁小戏 其为幽灵 只是个宫廷 一个民间的分别而已 所以两者之间 基本上是可以画等号的 可是 一到了民间流行 请问他本身会不会直变呢 一定会直变 所以 经验本 到后来 就会直变 由闪烁 往什么样前进呢 歌舞 对不对啊 民间是不是 喜欢闪烁歌舞 歌唱为主 好 好 往这个 前进的话 他就往歌舞 去发展 这等一下我们再说 请问歌舞发展 就会进到怎么样 圆杂体 所以是这样来过来 好 在演出 宋杂记经验本的时候 还是 这五个角色 所以 他民间的俗称 就叫什么呀 五花串楼 懂了没有 那为什么叫五花串楼 做学问就要 一层逼近一层 五花串楼 如果 你出现这个问题 你说 那为什么叫五花呢 为什么叫串弄呢 如果你这个不清楚 你的学问只做一半 又是知其然 怎么样 而不知其所以然 五花是从五对啊 五呢 跳舞这个过来的 因为在 跳一个花舞 花舞呢 打个避意说 比如说梅花舞 他跳的形状 他跳的形状 是不是有五个人啊 五个 形成一个 这个 跳舞的模式 然后转用到戏曲 然后转用到戏曲 他才有五个人在演出 所以五花 这用舞蹈的花舞的名称 就变成戏曲的 角色的名称 那串弄这两个字呢 不是我考察出来的 是由胡继先生的 诵经杂句考 胡继先生啊 这部书啊 是他可以传世的经典之作 所以 胡继先生 很早就和我认识 嗯 我到南京去看他 嗯 他那时候才六十岁 他身体很不好 在文革时代遭遇到的命运 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会碰上 所以他骨瘦如采 他说他长叔 他活不了几年 长叔希望我把他卖到台湾来 弄一些钱给他太太好过这个 我说哎呀 你开玩笑 这个瘦瘦的身体健康的表征 我那时候正是很肥很胖 浑身像一头猪的样子 我说其实像我不好 你放心没有问题 结果他大概活到七十岁 后来这个书 也由他的朋友处理了 他写《诵经杂句考察》 28岁 28岁 可是大概后来遭遇 你种种种 就学术的成绩啊 虽然还像他写这个 和刘 刘什么 写那个昆琪演出十稿 他的名字 一切欧啊 是这样 这个《诵经杂句考》是可以读的书 《诵经》 经典之书 但是里边 我也有对他有不同的看法 像我现在说的这一些啊 我刚才说的 是他没说到的 但是串弄这两个字 是他所先考出来 考证出来 但是 或人也给他修补 也给他修补更明确的证据 我现在说的是 经修补以后 那就是这个串子 原来是 在西南的一个少数民族 当时候 有个串国 串国人就叫串主 一个部主 他们呢 曾经啊 这个到 汴京去朝贡 去敬略天主 然后逃贡的时候 曾经演出了 他们地方性的这种 舞蹈啊 戏曲啊 那演出的 他们穿的衣服 也比较地方特色 以前啊 我七五四年 在 青年公园 每一年的中秋节前后啊 我 慢慢一年一年的增加 到 最后一年 是两千多个表演艺术团体 一百 零九个不同的 艺术团体 我们全台湾的 从来没有过那么盛大 后来 1976年 我到德国去教书了 你看 古人说 人存 人亡正习 对不对啊 我当然不是人亡 这个什么 我因为出国去了 没有人再接续下来 所以这个活动就没有了 然后慢慢的呢 把它拉高了很高的这个 民间的这个传统表演艺术 民间艺术 就一年一年又走下坡了 政府呢 你们知道 政府都是把文化艺术 当公务再处理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是姚依伟先生说的 这样一来 你弄了半天 当公务处理 文化艺术怎么能当公务处理呢 文化艺术是要这个什么 蠕动的 是要开导的 是要扶持的 是要创新的 好 那个呢 一去以后 这些创国的百姓去了以后 他呢 在宫廷里边的表演 给人印象很深 所以宫廷的幽灵也模仿他们的演出 模仿他们的演出 他演出的因为他们的特色 就是踏串 踏就是他们的艺术的那个特色 那踏是什么艺术啊 就是 普风舞嘛 踏歌踏摇 踏地为解嘛 他们就把这个叫踏串 把他们表演叫大串 在 演出的时候 也成为一个特色 在燕本的时代里边 燕本的时代里边 就演进成为什么呢 他有正燕本 然后呢 又从政院边发展出 一个叫燕腰 还有一个叫燕串 这三种类型 发展这三种类型 胡济先生里面看出来 我看出来 这往后呢 影响很大的 所以燕串 变踏 这个五花串弄 在宋代变模仿 就有燕串 不不我说错了 就有这个什么呢 踏串 这一种特殊的表演 踏串 我们知道 是 这个 土风舞的 节奏的那一种形式 你们想一想 一个西南少数民主 他们的演出 是不是 乡土性 民主性很强啊 好 那这个《弄》又是什么呢 《弄》在 唐代 就已经 含有表演的意思 所谓表演参军系 我们叫做《弄参军》 表演这个印度人的那个演出 各位知道印度 婆罗门 对不对 印度叫的 婆罗门 叫《弄婆罗门》 叫《弄婆罗门》 还有 当时候不是也有民间的一个地方小戏 我们说《踏摇梁》 踏摇梁 所以《弄》《踏摇梁》 所以这个《弄》就是演出的意思 《踏摇梁》的这个《串》呢 因为受到《踏》的影响 它也变成了有演出的意思 一说把这个《串》和《弄》合起来 就是表演的意思 《五花串弄》就是五个角色表演当时候串逐的那个演出的模式 就《五花串弄》 后来《五花串弄》 因为演出的是五个角色 所以由这五个角色演出的这个 这个 演出的这个演出的形式 就叫《五花串弄》 所以《五花串弄》 后来慢慢的 就可以和什么话等号了 演本话等号 当它变名词的时候 这些啊 各位 很麻烦 但是 你们读了半天 资料半天 就可以做这样的 这个决定 好 等一下呢 我们讲 这五花 这五个人 里边又含藏什么 重要的意义在里边 好 各位看这个 这样的所谓五花 这样的所谓五花 这五花里边啊 你们看 符合现在我们 决策观念的有哪一个啊 是不是 墨女 墨 那个女是什么 词尾 那一 附墨 现在附墨就是墨的怎么样 附所 对不对 可见墨 也就是正墨 正墨 可以省掉那个政治 附墨能不能省政治啊 不能 我们的总统 蔡英文 你要不要 称他为蔡正总统 不必要 可是 潜见人呢 叫 陈 附总统 以前 这个 台湾啊 那个谁死了呢 副总统 叫陈 陈 死了 有一位老先生啊 他不知道总统 和副总统的分别 就在远远附近说 逢人变说 听说总统死了 听说总统死了 就被抓去询问了24个小时 你是不是在散播谣言干什么 所以可见 这是不遗憾的 但是 在剧本里面确实 有时候 剧作家 或者是 民间的那个 出版业者 很麻烦 附墨开场 因为附墨 后来形成剧团的团长 所以他附墨开场 由团长出来 墨是演出的 可是 好些剧本就干在写 墨上场 所以变成 墨 附墨不分 可是在这里显然 分不分啊 它变类了嘛 好 有附墨 你们招着看里面有没有墨啊 没有 没有 这奇怪不奇怪啊 没有附墨 有附墨 哪会没有墨呢 如果没有墨 那附墨就不存在了 这也是逻辑之常 对不对 各位 你们要知道 一个传统 这个传统就是说 中国戏曲的那个 角色的名称啊 它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 从民间的 市井可语的人物称呼 市井可语的人物称呼 打个比喻说 像这个邦老 你看看后边有一位是不是有事 如果他走了就算了 如果他有事 市井可语的人物称呼 比如说邦老 邦老的是怎么样来呢 这个邦就是我们邦会的邦 这个可以写成怎么样 水成这样 简体字 摘血就变成这样 就民间文学常会有这样 因为 成为邦派的 大概都不是好东西 成群结队为非作歹 到后来 抢贼就是邦老 所以强大为是邦老 在圆杂记里边 那个老是什么意思啊 瓷尾 所以古代的词尾很多 很多 他如果把它变成 以后演出强道都叫邦 那么他就形成一个符号了 因为这个字怎么已经演化到 一个符号型 但是他没有 所以他还具有这个什么呢 民间口语和符号间的东西 另外有个字 这个是我考察出来的 王国伟先生也弄错了 娘这个字啊 在原刊本 原代的那个小说戏曲 都写成什么呢 这样写 你们 有没有发现 原杂记的那个伴老太太的 都称为什么 补儿 朵儿 的婆婆 就是补儿 为什么补卦的人就变老太太啊 现在懂了没有 这个补儿 的补儿 也是吃尾 这个补 没有形成符号性的角色 所以他还介于口语与符号性之间 类似这样 还有一个 反正当兵的都称为怎么样 野老 这个老又是什么呀 瓷尾 眼睛呢 路老 眼睛路老 我们的身子呢 说各位啊 研究的话 要学你们曾老师 把这个底下有牢的 都排在一起 他就出来了 屈老是什么意思啊 你把它加一个字 这样子 不是就出来了吗 我们人的身 身子 就叫屈老 在宋元间叫屈老 事实上就是我们现在的身子 琵琶记里边 升级 升级 也是身子的意思 都是一个字尾 这个L 其实是个翻音 叫列 叫列列列列列列什么古话 当兵的叫列列列列列列老 倚因之转 所以当兵的 而且那时候当兵的很了不起 所以把它转阴成这样 可是像这些 隐戏庄固都还是民间俗语 可语 隐戏顾名思义是什么样 倒影戏曲戏剧的演出的 因为古代在宋宫廷里边 参军社就是拿着竹竿子 在指挥演出的参军社 什么队伍 他把它 郭俊昌里边叫郭队 就要自娱说一段话 演完以后要放对 都是由这个参军社来指挥的 就是我们十三部社里边的参军社 各位参军社的参军 显然是从什么来的啊 显然就是从唐代的参军戏来的 演那个参军 那原来他是演戏的主角 可变到宋杂军呢 他不演戏 他就变成 一种演出的 这个什么 演出的专门指挥的 所以说参军影戏社 事实上变到宋代民间口语 就是叫隐戏 因为他的职务和参军社在宋代一样 这怎么证明呢 在宋代的画像池 墳墓里边不是都有一些画像池吗 参军社都拿着竹杆子 所以竹杆子 拿着的那个竹子的杆 竹杆子也变成参军戏的 当时候的俗称 民间的称呼 参军社事实上就是变到宋代 就是竹 就是竹 那么各位 就觉得怎么参军社 就是等于竹呢 如何来证明啊 这个不是我开创 是明代的许文厂 他说参军这两个字 和音 触音 把它挤着和音 就叫贱 懂生硬学的人呢 都知道我们中国的语言 有一种用反切和音的现象 举各位最明显的例子 我们您本说了 本说了是哪两个字和起来的 不用 对不对啊 所谓本也写成不用两个字的和音 还有诸位 还有诸位先生的诸位 行诸言 怒诸慎 就是怒诸语 什么 那个诸位诸是 诸语的怎么样 诸和语的和音 所以你碰到古文里边的诸位诸 把它变成诸语 就都讲通了 所以诸语为诸 参军的和音 和起来的音 事实上是 君 那是君这样的音 君静 声音很接近 所以就合成这个静 福济先生 在诸诸证杂句考里边 他找出了三个静的不同写法 把它擦掉 只有这个不要擦 这三个字 各位看 这三个字 哪一个字大家最不认识 也就是说 参经的合音 合成以后 在文献上 有三种不同的写法 中间那个字 最难认 那个在香港人 读名称靓 靓女 奇怪他读靓 我也不知道什么 他实际上读靓 有一个词汇叫 静庄 最美的女孩子 叫静庄雅福 静庄就是 有点化妆 穿着优雅的衣服 王昭君漂亮起来以后 漂亮起来是后人给他漂亮的 范页的后汉书 就写 王昭君是怎么样 静庄雅 静庄雅福 光 静庄雅福 姿态明秀 光明汉宫 你看 王昭君一出来 皇帝一看 穿着这个 浅淡的化妆 穿着优雅的衣服 姿态明秀 那个资运非常亮丽 明秀 光明汉宫 整个人散发出了光丝 宫殿都汉亮了 地建大京 皇帝怎么样 大京 然后聪洞左右 大臣们看都发抖 你说从此以后 王昭君不漂亮吗 但是他漂亮是一步一步 把他漂亮起来 这个曾老师都考察过 今天不谈 所以这个静 意义最深 所以最先 不在民间使用 另外一个静南将军的静 平定哪里 静也不是一般人 能认识的 最认识的是什么 干净的静 所以这个字就存下来 被写得最多 然后大家就怀疑 说明明这个角色 所说的干净性 静花脸 静就后来花脸 花脸是最不干净 画得最多了 怎么会干净呢 所以明代有一位学者 叫胡应林 他就说 哎呀反正角色 都是颠倒他的意思就对了 花脸最不干净 就故意叫他静 墨色 是第一个出场的 就故意说他墨 有没有通啊 慢慢通啊 然后呢 然后呢 演示要不记得很熟啊 所以就叫生啊 那但呢 妇女是这个 这个阴性的 这个移一夜的 移夜 这阴性移一夜 所以故称他但呢 但早晨是阳性的 那仇呢 他说不出来了 那仇本来面这个字 就这样子 各位这是参金色 和音 形成了一个 一个符号性的 角色 那墨又是什么样呢 各位墨 和参金演对所的 是中堂以后 我们称他为什么呀 昌 那符还记得没有 那符还记得怎么写吗 大老鹰的那个符啊 这个符是入圣子 这是民间的四景口语 符就是我们说雕啊 能符及其他鸟类的 那个凶猛的猛琴啊 他都符 因为到后来慢慢的怎么样 参金戏的演出啊 最后一个节目就是 仓符就拿棒子怎么样 敲击这个参金 这样演出 所以后来的相声 就是阴没下来的 相声处演到后来 有一个就拿 现在是拿扇子这么打 事实上就是 拿棒子 在金元时代 都拿那个皮棒锤 一打就破裂 这个有机关 一破裂 大家觉得就很好玩 你们 哪一个研究生意学的 伟生你有没有 没有 父和末都入圣灵运 灵运你们知道吗 运脚摆 运步摆在一起的 叫灵运 灵运的声音都是 直接进的 入圣七贺八运 是灵运 就是仓符的 这个符和末 所以它写了一个 声音接近的末 这在民间文学太平常了 对不对啊 太平常 这个例子太多 我们台湾的卤肉饭 三点水卤肉饭 会变成卤国的卤 一说就变成说 台南卤肉饭 来自山东 对不对 道理一样 说梦就是由仓符的音 简化 种音间的成功 你看 我们的那个运输的排列 平水运 一东 冬天的东 东方的东 阿东 东天的东 山江 江水的江 你看我用中古音念给各位听 就缅男话 当 东方 当风 当天 东天的东 这在古代两个音 两个音是不完全一样的 江水的江 钢 是不是差不多啊 当当 钢 基本音差不多 所以这个语言在民间应用 长长的时候搞了一塌糊涂 追根树眼就这么样 可爱 没有梨 但又有梨 梨就是民间广大群众 觉得它方便简单就好 好 那可见 静脚是躲在哪里啊 躲在隐戏 隐戏就是 正静 就是静脚 所以有梦里 有覆梦 可见在唐代的参军戏 参军仓户变道 他一个角色分作正手副手 正手副手 对不对啊 已经分化了 也就演出的人会怎么样 更多一点 这就是时代不同的 本身的进化 好 那么庄孤 那孤呢 就是官员的意思 因为官和孤 在这个 我们的语言 来说 又是双生怎么样 双生 产生的 这个因境而变 官都是歌 孤也是怎么样 歌 是官孤 所以 一转 庄孤 就是庄 半官员 因为以前呢 这诸侯 都可以称孤 道寡 所以这孤 本来的意思是寡德之人的意思 谦称 寡人如何 我是寡德之人 寡德之人 却喜欢高高在上做天子 这个 所以 装官 装扮官员 所以在五花串弄里边 地位最不重要的临时加入演员是什么 是官员 庄孤 可是如果各位从那个 坟墓里边的 宋经的这个坟墓里边的墙壁上的画像石 或者画像砖 刁砖 你却看似五花串弄摆了五个人 演出的五个人 中间站的却是庄孤 为什么 因为在坟墓里边 民间老百姓喜欢怎么样 喜欢自己这个门内这个家族能有人去 加官进阶 所以装孤在民间反而居其中 慢慢的你看在演出里边 升角最后 升角 男主角到后来 的男主角最后都是怎么样 状元极地 所以你们看 有一幅画 在山西 红铜县 红铜会谁吗 苏山离了红铜县 这是我们梅兰方的一个名剧 红铜县的苏山喜借和王映荣的一个书生歌迹的恋爱故事 我告诉你们我去考察过是真的 真的 因为从那个文献 地方文献的那个是有这回事 有这个案子 所以苏山的被关的老房 我也去看了 老房还存在 就在红铜县 我还探头探脑的在那被照了一张照片 因此各位都可以看出 五花串弄 虽然继承了参军系 但是本身已经怎么样 文化推移在前进了 在前进 这里边已经呢 有那个 演化到宋杂剧的这个金 原杂剧的那个趋向了 这个问题 戏曲学者到现在都没看出来 他们都忘了一点 我们中国的文化 是突变的 还是包袱带过来 从包袱中再生发一个新的元素 推移的呢 是或者 都或者 一直到现在也一样 所以我们现代系 如果说要有现代系的话 也不能把希望那一套一搬进来就塞进来 所谓跨文化戏曲 跨文化戏曲 不能够拉进来就这一套 所以你们在大陆看到的所谓现代经剧 这个新编昆剧 一个舞台 这个画剧的道员来道演昆剧 你说这可怕不可怕 很可怕的 他是把画剧的元素都塞到昆剧里边 昆剧的酶 昆剧的最主要元素 他不管 因为他不懂 所以弄的 假昆剧太多了 下礼拜呢 因为 下礼拜是不是接近我那个戏要演 好像是 下下 下下 那我们下下再说吧 我把各位 什么叫昆腔 什么叫做昆曲 什么叫昆剧 昆剧为什么了不起 给各位在观赏之前 来一个教育 你们去看就不一样了 好 这个《五花串弄》 《五花串弄》为主题的演出 参军戏 对《诵经》杂剧来说 可以说是一谋相成的 一谋相成 也就是说《诵经》杂剧是 参军戏的第一 第一 各位 祖父传给儿子 儿子传给孙子 他有没有一末下来 起码他的性是不会改变的 他的DNA会不会改变呢 也不会的 可是 祖父所擅长的 这个儿子孙子是不是要跟他一样 祖父做这个什么打铁的铁匠 是不是儿子孙子就要跟他打铁打仗 不一定 但是有的果然会三代这样做 《诵经》杂剧原本 在他的没落基础上 本身也有发展 第一个发展 就是宋杂剧的演出 由继承参军戏的主体演出 几乎是同一个系统 他称为正杂剧 正院本 正杂剧 正院本 他的发展是什么呢 《参军戏》只要一场演一段 就完了 一场演一段 一个故事 可是到宋杂剧 《经院本》呢 他在正杂剧要演两段 这两段的故事 形式内涵 是相接近的 比如说 你第一段演出《鸿门宴》 请问鸿门宴是什么呀 《尹宴》中 用兵器的舞舞 文舞舞的舞 兵器的歌舞为主体表演 那么他的第二段就演什么呢 《公孙大梁舞剑器》 《公孙大梁舞剑器》 也是兵器的舞舞的表演 一个是西汉初年故事 一个是唐玄宗时代的人物 他接近 所以叫一场两段 挣扎去正院本 哎 所以 慢慢的到南宋 他就给他加了开头 一个 引人入胜的 特殊的 观众喜欢的 那个 比较短的表演 就叫《燕断》 或者引手 引导的引 开手的时候 这个《燕断》 也是很古老的传统 我们在 汉代的大曲 汉代的大曲 大曲的开始演出 叫什么呀 就叫燕 这种燕短 但吸引人 所以你们读的《古乐府》诗里面 有没有 燕戈 何常行 燕戈 就是大曲的段落 燕戈之后 才一个乐章 一个乐章 一个乐章 我们在座的 这个王维珍 就是研究汉代乐府的 一个乐章 当时称一叠 一个乐章 宋代以后称一变 一变 变和叠都是个乐章 所以 像这个 拿这个什么呢 短歌行 对着 当个 人生 即可 譬如 朝露 气怒 苦 都 一叠 这一个乐章 每叠之间 都有个 叫什么 过莫曲 还是过什么 述王 这乐章 乐章之间 这 建筑 对不对 叫建筑 这第二一章 凯唐 乙康 优势 南王 可以 解忧 吾友 杜康 第二 叠 所以这一首诗 大概有六叠 这样 最后 为什么要说这些呢 古代的乐章的结构 基本结构 是很 传言 很久很久的 好几个世代 到现在古乐还是如此 最后 节奏要变快 还变慢 变快 这个配心研究和这个 俗间研究的南管音乐 对不对 很明显 到后来 节奏加快 它快到几点 那个叫趋 趋 趋 趋向的趋 趋就快不走 就快 啊 因此呢 大曲到后来 有滚 对不对啊 撒滚 或者 极曲子 撞板 那支板 是用撞的 都是这个意思 但是 真要结束 又把声音怎么样 从极快 又拉慢 拉慢 然后再结束 那个就是乱 就是 节奏怎么样 不规则 所以 趋乱 就是古乐曲的尾巴 燕 是开头 中间就是 叠 或者变 在唐宋叫排便 一个乐章 一个乐章排列下 叫排便 阳关为什么三叠 因为它三个乐章 到宋代的词 一个乐章 叫做叠 三叠 所以双单调的 只有一叠 一个乐章 双调的 就两个乐章 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转诸葛 低曲子 就是 不同的两个乐章 有三个乐章的三叠 但是颂词最多到几叠啊 四叠 这四叠叠变道 曲子 别曲呢 第二叠以后 叫后篇 写成腰 那个腰目的腰 但是事实上是后的 前后的后 各位把那前后拉掉 是不是就变腰啊 上文 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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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三个后篇 当然有些曲子呢 是从头 用从头 从头就有很多后篇 这就明歌里边什么呀 十二月 一月里来 二月里来 三月里来 十二月里来 都排下来 还不是很多后篇吗 但基本上 从词过来的 这也都只有三个后篇 南曲 叫什么 前腔 所以南曲的前腔 都三个 最多三个 有两个 一个的 就看它的 是极叠的词 过程 反正这个大概都是词 转化成曲的 因为词的一缺 词的一缺 有时候包含好几个乐章 但是变道曲 一叠 一变 就是一个乐章 是独立的一支曲子 这不一样的 词曲 不一样 如果说 第一月章的开头 和第二月章以后的开头 不一样的 就叫 腰偏换头 前腔换头 懂了没有 那么头 到底是哪几个 哪几个句子啊 第一个 运步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清天 这天以上的那些不一样 所以是两句 五个句 变道 前腔换头 转诸葛第一 几乎 照无眠 对不对 运脚出来 它变 九个字 摊破三个句子 我说了这么啰嗦 就是告诉各位 读书要怎么样 系统化 中国文化是 前程后续的 前程后续的 打通这个 你以后 你们有没有觉得我很了不起啊 我坐在这里不带稿子 不带怎么这么说啊 碰到怎么表现出来啊 就是用这样的自学态度方法 这一点够要学 你如果要打PowerPoint 今天机器不行 我们就不要上课了 因为我讲不下去了 我必须要靠那些 我才能讲啊 你看有多少人都是这样 就是书没有读 通 通就是系统贯穿 参军系 挣扎剧 演化了 第二个演化是什么呢 加个头 叫院段 后来到南宋 民间 宫廷都没有用上 又加了一个闪段 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那个什么 山东人的那个 杂斑啊 扭原子的那些 所以 宋经杂句院本 如果后来发展完成的 总共有几段啊 四段 院段一段 正杂句正院本 两段 三段 然后散段的民间戏曲那部分 他们是 起承转为何为一体的 还是各自独立演出的啊 各自独立演出的 所以 还是保留了九哥那样的 小戏群的形式 它是小戏群的形式 在北宋 还只演两段 南宋 只演怎么样 只演这个 三段 第四段 是在民间里面 没有进入宫廷 所以这些 也是这个 那么各位 四段的结果 再往进一步发展 为什么圆杂句要适者 懂了吗 圆杂句适者 有没有前代的包袱 有没有文化基础艺术 有啊 圆杂句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这个一进步发展啊 有啊 它四段 它的故事内涵已经是不是分独立的啊 故事内涵不独立啊 是起承转合的一个整体啊 这就是它的演进的地方啊 有没有 还保留 它的包袱性的特色啊 有啊 圆杂句演出的时候 是不是第一则演完 接着第二则 第三则 独立演出 是不是还保留了 小戏群 独立演出的形式啊 这就是一个文 一个艺术文化演进 有前进的 也有保留 原来的 也因此 圆杂句为什么也可以一个人独唱啊 正墨独唱 正弹独唱 正弹独唱 角色 但是正墨不一定是男性演出 可以女生 装墨 正弹也一样 也一样 所以呢 角色的符号 只象征的 这个办事的 具中人的性别 啊 和演员的性别 是不是画等号啊 不画等号 你看这个传统 到绵安方 是不是还一样啊 很很古老 往前推 同样的 在汉代 在唐代 都也一样 男扮女装 女扮男装 的这个情形 也因此 许多学者 吵架 吵了半天的 说 原杂句 一个人独唱 不唱破喉 不唱破喉 吗 所以原杂句的族原者 不止一个人 现在我们了解这些 还能争论这些吗 因为 原代的剧团 是大型剧团 小型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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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山容得下凉符吗 当然捧脚 所以你们看到原杂句的文物 考古 考古资料 太型 陕月 中都秀 在此作产 张德豪 在此作产 都说一个人 画出来画一个主角 你还能说 他同时 有些原杂句里边 第一则 这个什么 他正末办什么 第二则正末 改办什么 他已经告诉他 改办了 改办还是同一个 角色 同一个人 这一考察 原杂句里边 是不允许有两个主角 原杂句是小型剧团 原杂句演出一场 最多就是三五个人在演出 需要我们现在这样的 一个大型剧团吗 不必要的 他一个人读唱 会唱破和罗马 像你们曾老师 这样连续上两个小时 他中间有休息啊 中间休息的时候 演出什么呢 歌唱 契乐演奏 傀儡戏演出 杂耍特技 各式各别的表演 在中间表演 所以 原杂句的观众 是什么都看的 那个主角唱了一段以后 后边 可能应当有一张床 起码有一个坡 躺下来休息 也许睡着了再醒过来才又唱 所以不费也烈的 所以有一个日本学者 在中英研究院 我当他的主持人 他在那边 声色吉利的时候 学者都没有 原杂句怎么 一定有多少个人员 或者他参破喉咙 或者他干什么 说了一大堆 大家都不注意这个问题 后来大家 我说各位有没有问题 都没有人发问 我说没有人发问 我就来说说 我说很遗憾啦 金先生啊 我的文章写在四十几年前了 你到现在还没看到啊 我说你这个问题 犯了几件错误 拧住了 他拧了 一句话也答不出来 好吧 今天吹牛皮到此为止 谢谢各位 请不吹�� 想一下 她们拍摄 她们相得 她们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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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来 说不啊 她们拍摄